HELLO 大家好 平常给大家介绍彩妆比较多 然后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几个 我觉得很好看的饰品吧 因为如果你化了一个好看的妆 再穿好看的衣服 如果有一个好看的饰品去点缀 是不是就有那种画龙点镜的感觉 让整个人更特别更精致呢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个定制款的饰品 就我现在带的这个 看上面有写我的名字的缩写 有没有 还有手上戒指也是 这边有个W 这个呢就是比较特别 然后这个呢就也是挺适合迭代的 就是你还可以再带 其他的这样子饰品 跟他一起搭配 这样子也会显得很特别 如果想要饰品跟别人不一样 你就可以选择上定制款 所谓你独一无二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呢也很适合作为生日礼物 因为它比较有专属的感觉嘛 而且也比较有意义 像这个戒指呢 它这边是吊坠感的 就手晃晃晃晃 显得小小的很精致 然后接下来介绍就是 第二个就是bling bling的 适合聚会派对的场合 一个蛇形的耳环 看起来挺特别的 它又像蛇形 然后又像一个闪电 然后戴上去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 戴上去立马变派对感也没有 然后这个耳环呢它其实比较适合长发 就披头发的时候去戴 然后这样子刚好称着那个长发飘飘啊什么的 就很有那种高龙女神的感觉 就很适合参加聚会啊酒会的时候 就当你穿比较简单的那种长裙啊 或者是小礼服啊什么的 就很适合戴这个 再来bling bling呢 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 一个月亮跟星星的组合 就是我之前有拍一个视频 仿晒商装的一个视频 有戴这个耳环 这种戴上去就硬了 我之前说过一个话 日月星辰都没有你闪耀 它这款呢就是造型我觉得还是蛮耐看的 就很像以前看那个美少女战士 然后水冰月公主戴的那个耳环 有星星跟月亮的一个组合 这星星就是很闪很闪的那种 而且重点是看起来很奢华的一个耳环 还很便宜才几十块钱 就是当你觉得去参加一个聚会 或是派对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怕你hold不住全场 然后你想让自己更特别更闪亮一点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耳环 应该女生都会喜欢象征这种 比较闪亮的感觉的吧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复古系列 首先呢是这个 一个珍珠豪心的那种 它这个是直接就扎到耳扣的 一款单耐的 这种就是给人一种淑女的感觉 又很甜美 冬天跟夏天都可以戴 冬天呢就是可以配一点毛衣啊 然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因为它是珍珠的 然后夏天能穿比较清凉的吊带啊 或者是比较鲜的那种白色纱裙啊 什么之类的 就可以配一个这个 而且它这个长度可以你自己随时调节的 也可以长也可以短 但我觉得长的比较好看 我耳朵就是比较敏感 稍微戴一下就会红 因为有那种拉齿的感觉 这个就是甜美女生最爱的淘心型珍珠耳环 也是挺适合那种约会的感觉 然后再来介绍的呢就是这个扇子型的 这个就是一个铁的扇子 上面还有一些图腾花纹 下面掉一个那个小碎 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玩的一点就是 它的扇子它可以开合 根据你想要的那种风格 可以这样子 然后也可以全打开的 然后再想说夏天如果带着 会不会是如果嫌热的话 还会这样刹刹风 这种扇子形状的耳环 带起来就是给一种复古的感觉 就你可以配一些像是什么 比较针织感的衣服 然后比如说像这样 微领的一个格服包的那种衣服之类的 就是很知性沉浸的感觉 然后这个你觉得如果开的话 还会给它稍微密合一点 这样子 当然如果你喜欢这种扇子的形状 还有一种是这样子 扇子的感觉 这个就是比较小巧精致的样子 然后它这个是这样子打开 然后直接扣进去的 这种小的那个扇子的感觉就是 跟这个铁的扇子就完全不同两种风格 这种就是比较文艺之性的感觉 然后这种就是也是挺设日常的那种 比较有精致感 可以通行的时候带 因为夏天需要清凉 所以你可以选择像这样子扇子的形状 你感觉戴上去很清凉有没有 当然复古系列还有一个这样子的 就上面有一个小翡翠的那种感觉 这种就是更复古了 就是你穿那种比较素色的衣服 配一个这样子 翠绿色耳环 然后也比较百搭 然后前面几个介绍的是 都是比较大而夸张的 如果你不喜欢那种比较扎眼 比较夸张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选择这种比较精致感 然后小小玲珑的那种耳环 刚才介绍完翠绿色的这个小耳环 那你会发现我手上这个小手链 也是翠绿色的 我感觉夏天戴翠绿色的 其实就是也有那种清凉的感觉 然后这个也是有点小复古 但是又很别致 你可以手跟其他视频配在一起的那种 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 然后说到复古系列呢 还有几个像这样子的小戒指 我感觉也是挺有复古的感觉的 虽然这三个一起戴起来 感觉很像那种结婚的那种金戒指 但是这种其实要分开戴比较好 单独单独的戴 比如说你可以单独戴这个银色的戒指 它这个是有点那种蕾丝感的 戴在手上也是蛮特别的 这种金色戴起来感觉 就有点贵气逼人的感觉有没有 然后它这个是可以调节宽度的 就是你可以戴在任何的手指上 就很有那种贵妇的感觉 那如果你喜欢更贵妇一点 你可以选择这样子的 中间点缀一颗翠玉的那种装饰的 复果的介绍完呢 我们开始介绍适合出游的吧 首先呢 就要对这个黄色薄荷的这样子而环 像这个呢就是有种感觉比较大胆跳跃的那种黄色 就如果你穿比如说像黄色的衣服的时候可以戴这个 或是你穿比较素的时候 然后你戴一个这个 就整个人感觉不一样了 而且它还稍微带一点点民族风的感觉 就很适合喜欢尝试大胆风格的面子 而且一般像这种比较大块一点的耳环 更能显得你的脸比较小 就有一种对比的感觉 再来呢就是一个我很喜欢像这个 三角星形的耳钉 如果你没有穿耳洞的话 这种耳夹就很适合你 你看它这边有一个像这样子的 然后一打开再这样夹住 很方便 而且它夹住的耳垂的时候是不会疼的那种 反而是弄非常舒适的感觉 很适合没有耳洞的人 它不是甜美感的 就是你比较喜欢穿那种比较帅气啊 中性一点服装的时候 你就可以搭配一个这样子 星星的金属的耳换 它这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它这也是有一点点做旧的风格 而且像这耳夹非常稳 你看它这样子一直晃都晃下来 一旦出去其实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它会掉下来 再来一个就是像这个耳坠 像这耳坠呢就比较适合舒女感的人 它这边有一个珍珠搭配一个星星 就如果你要跟男生出去约会 然后你可以带这样比较舒女感温柔系列的那种耳坠 就更能俘获男神的心 它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 也是特别适合把头发散下来的时候带 就是你在说话间这样子晃啊晃啊晃啊 就很让人看起来意乱情迷的感觉 而且像这样子搭配其实是不俗气的 它虽然是珍珠系列 但它搭配一个镂空的星星 让它显得更加别致更精致 再来呢就是介绍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款 就这样子的一个耳钉 那看它有没有很特别 它可能感觉就是一个桃心 但它下面却是做那种可以动的那种 在你说话间或者是抖动间 它这样子有点波光灵灵的感觉 就它波灵波灵的感觉 又可以随风摇摆的 甜美又不失贵气的感觉 就很适合约会啊或是去参加晚宴啊 什么各种拍乐乐的时候带 再来呢依旧是我很喜欢的一款 就是这种大圈耳环的那种 它其实是在那个比较早期是很流行的 但是这个设计它不是那种普通的 像一个圈这样子扣着 而它是这样子是耳钉的形状 所以这个圈就比较稳 就不会一直乱晃 而且它这边 比较特别是加一个小小的珍珠 坠下来 就让它显得更加特别 不会说就单纯的这样子一个铁环 它戴上去本来我是觉得 会夸张或是比较复古的感觉 它其实戴上去更有那种 时尚酷女孩的感觉 戴上去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有两个颜色选择 一个是这样子金色的 一个是当银色的 我分别带给你看一下 这边是金色感觉的 然后这边是银色的 银色会感觉显得会比较酷点 金色就是比较衬肤色 比较暖色系 好到最后一个系列 就是通勤日常款 首先呢是这个珍珠 跟一个后面是一个铁片 一个组合的感觉 它这个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两袋 一个像这个它是可以分开的 就是它这个一个铁片是直接这样子的 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变成珍珠耳环 然后也可以直接这样子 变成一个珍珠耳环 跟这个金属贝壳的一个组合 那看一下这个戴出去 是不是也是有那种知性优雅的感觉 就很百搭 就很适合通勤上班的时候戴 当然如果你想出去聚会啊 约会啊什么的 也是可以戴的 就很百搭 它最主要点就是不挑人 任何人都可以hold住的那种 再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它连串的一个珍珠耳环 它也是很小巧 然后又非常地摆搭 大家看戴上去就是这样子的 这种戴上去感觉就是很低调内力 但又很精致的感觉 像这种珍珠 如果搭配好的话就是 它不会有那种年代感 或是过时的感觉 它让反而就是有点小时尚 也很适合年轻的女生去戴 再来一个呢就是这个 造型很独特的 就像两个环扣在一起的那种 是不是很特别 然后它这边是有一个耳钉 它这个就是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是戴起来你就会觉得 诶好像感觉都没有见过的那种造型 也是挺像那种卫星轨道 有没有 这种就是低调内敛 但是又不是个性的一款耳环 好了介绍最后一款耳环是这样子的 一个不规则的 一个像丝带一样子 一个圈子的一个耳钉 亚光的一个金属材质 给人感觉很有质感 它其实跟这个之前介绍的一个圈呢 是差不多 但是就是比较小巧的那种 这种圈呢就是有种个性的感觉 但这种呢就是比较成熟稳重 然后再带一点点小杀气 看这个圈戴上去 是不是感觉就是秒杀那些 妖艳见惑的那种耳环呢 我感觉它就是那种 在时尚跟酷当中带有一点点那种 嗯 精明的感觉 就很适合职场的女性 好介绍完这么多耳环 感觉真的挺雌穷的 我只能说 我感觉我说的最多就是感觉 精致 特别 好看 推荐 因为像这些耳环真的太好看了 我实在找不出其他的词语去形容 你们自己用心去感受一下 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 告诉我你喜欢哪一款 评论还会有小